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赛后点评站 我是丽婷 我是马辉 那这个星期的就是这个8月尾的时候了 8月29跟8月31号这两天 那当然这两天的这赛事呢 莫雷拉继续的有好的这个成绩进来 不过纵观他这两个星期的这个表现 上个星期更加猛 上个星期一共两天赢了7场的这个投马 那这个星期呢就只是赢4场的投马 我看他可能就是比较安全一点 因为他往后就要回香港 去两个礼拜后香港开罗 如果在本地有什么不小心的话 有麻烦嘛 有时候停赛一个可能 受伤一个可能 所以你看得出星期一天 他起码就战战兢兢这样子 对这两天真的是战战兢兢 加上因为星期五的时候下大雨 而且还有一场赛事呢 就因为这下雨的缘故 结果延迟了蛮长的一段时间 不过以牲畜率来说 也是非常的厉害 两个礼拜38场赛事 他赢了11场 这个击中率是相当的高 对啊保持他以前在本地 做冠军骑士的时候 那个命中率 至少他每一天都有投马 这个是很重要的 本地现在选文罗 就算是今年可能做冠军骑士 也做不到这个情况 没错了 那我们先说说星期五的时候 同样选出了三匹马 跟大家分享 那首先这一匹马呢 他一出即胜之后 第二场赛事演出很差劲 那结果到了星期五的一场赛事呢 大家又认为 再给他多一次的机会啦 因为上亿呢碰到很强的这个对手 所以呢败不为凭 可是会发现这匹马 似乎我们对他有点高股了 我相信他没有办法 像他妈妈这样子厉害的 因为他就是莫国玫瑰的女儿 叫做莫国女孩 对 因为他看他第一场赛事 走势呢也是很滋嫩 但是呢可能对手的关系 他赢了 也幸运的赢了 但是往后来两场赛事 特别是这个礼拜那一场赛事呢 真的是完全不行 先来看看莫国女孩在这场赛事呢 的演出如何的 我当然希望这匹马呢 是因为他成长还没有成熟 才会这样子啦 不过我们一定要小心看这场赛事 他的演出 就是在这个前面并排 前领的 最外面那匹黄色袖子 红色帽的九号马呢 就是莫国女孩 前面领出来的马匹呢 在这场赛事呢 就是一匹好轮盘而已 实力普通的 然后跟着第二呢 就是这匹巴拉托 好一点的马匹 但是你看 巴拉托在这个年级上来说呢 大概是第二梯队的马匹 但是莫国女孩呢 没办法可以跟得上 也没有办法可以威胁她 特别关键就是 转到直撑的时候呢 内南那匹海燕的走势呢 比她更出色 莫国女孩呢 骑下去 没有像她第一场赢马的时候呢 那个反应 而且呢 一直就是内散 就看来这匹马呢 到现在为止呢 它的精度呢 能有50分的评分呢 已经是不错了 当然我们也希望 她会有进展呢 但是要像她妈妈这样子 达到这个高分的水平呢 应该是有一定的难度 没有办法可以有这个条件 我们来看看这个走位系统呢 那这时候处在 大概是第六位的 就有这匹莫国女孩 她这个时候 在中间的这个位置发力 不过似乎这个进度 真的是很一般的 所以她最后阶段呢 也没有办法赶上那些 前面马匹的这个部署 而最终在这场赛讯呢 她应该就是以第五名过终点 反而是那匹内篮的海燕 在今次的星期五的这个赛讯呢 确实看到有相当明显的这个进步 结果在这场赛讯呢 她居然是击败了这一匹 是更加受到看好的巴纳托 看看在这个职程的时候呢 以为巴纳托已经先出头了 这个时候领出大概是半个马位 看看内篮的就是海燕 然后呢 大概是三个多马位之后呢 才有这匹莫国女孩 莫国女孩最终呢 是没有办法征入前四名的 而巴纳托跟海燕两匹马 在最后阶段呢 确实是斗得相当的这个激烈了 不过看来真的海燕这匹马 在星期五的时候 她的演出让我们是打开眼界 这匹马她曾经也是 跟阿发同场比赛 那场赛是她根本 就是完全不在状态 但是走得也不错 输得不远 所以这类的马匹呢 我们经常现在已经 用阿发来做一个指标的人 能走得接近就好 但是莫国女孩 我们也是这样想 但是她的进度真的是很失望 对 因为莫国女孩之前呢 就是输给了这个阿发 所以当时我们想说 哎呀 一场赛事 不要太在意了 今天呢 这水平稍微低一点点 应该可以 但事实证明呢 她的进度不够 我最担心一点就是 因为她的名气够响 因为妈妈的关系 对 每一次出来都热门 如果你还是以一个很高 莫国玫瑰这样的水准来看她呢 我相信会很多时候会失望 因为主要还是马匹本身的实力 当然我希望纳迅这位 有经验的内马是可以给她 一段时间调整还出来了 如果她两个月以后出来了 我们就看法可能会改变 但是如果她很快再出来了 我相信没有那么快可以改善 然后到了另外一场赛事的时候 还有一匹马 她本身呢 也算是在这个沙地的短途赛事 演出相当的这个平稳的 就是这匹快好 结果她在星期五的这个赛事呢 在查韦斯的这个帮助之下 确实赢得相当的精彩 查韦斯呢 曾经跟莫雷拉在上个礼拜 有一场赛事呢 就输给莫雷拉 我看这场赛事呢 看来看去 唯一一匹可以威胁莫雷拉的 甜蜜情人呢 就是她果然演出 真的是没有让我失望 我们一起来看看快好的这个走势 这匹马呢 那彩翼就是红色 黄色跟黑色袖子的那一匹马 在全美勇者 全美战者这样的彩翼的 现在她前述不算是最快的一匹马 她排位好 所以呢 她一出闸之后呢 就跟着马群内南 守在一个非常好的位置 当然这个位置的风险 就是直层有没有路了 然后呢 甜蜜情人这匹 受热捧的大人们马匹 就是她在旁边 那曹维斯就明白了 只要甜蜜情人有位 她就有位 如果对方没有位 我也没办法 所以两匹马呢 就哎 现在一到直层的时候呢 中门大开 那莫雷拉骑的也是很精彩 甜蜜情人在这里呢 先发力 通常来说啊 大人们有这样的冲刺呢 应该隐蔽很高 但是曹维斯这场聪明之处呢 就是等到两百公尺的时候才发力 因为她明白 如果你太早发力的时候呢 莫雷拉呢 就看到你有这样的能力 一直跟你斗到最后 到最后呢 任意够不够呢 韩兰说 但是等到两百了 莫雷拉就不为一了 好了 我们看看这周围系统了 在内栏位置的就是这匹快好 旁边一直在斗 她的黑衣红色彩衣的 就是这匹甜蜜情人 甜蜜情人在临场的时候呢 比快好是更加的受到关注 因为这匹马呢 她算是降级作战啊 对这个莫雷拉来说呢 也是驾轻就熟的一匹马 所以变成这匹马呢 她在那场赛事 是相当的这个受到看好的 但是最终快好 还是能够击败她 看到在内栏的那匹呢 就是快好 中间上来的就是这匹甜蜜情人了 那其他后面上来的这个马匹 虽然说是一字排开 但是呢 这后冲能力都不及前面的这两匹马 所以最后阶段呢 其他马匹也只能够充取位置而已 没有办法对第一名跟第二名的这个马匹呢 有一定的这个威胁 但最主要就是快好这匹马 她近期呢 也同样是从第四级 然后降到低级赛 之后再降到第五级的赛事作战呢 已经是蠢蠢欲动了 不过这场赛事 查韦斯骑得精彩了 我也是要赞莫雷拉 非常均质 为什么呢 当直层两匹马一起并排的时候 查韦斯打这个右手边 莫雷拉是打这个左手边 那个时候呢 两个边是碰在一起的 莫雷拉看到这个情况呢 如果很多其实都不管你了 就要打了 他就不是 莫雷拉立刻换右手边 就没有 互相没有影响了 要不然可能两个的边一起掉 对 所以这个是很均止的行为来的 因为我没有必要这样子的嘛 但是他就不要 他换这个右手边 两个打右手边 就是马匹精力 输赢没办法 不过我们说到莫雷拉 在星期五的时候呢 他骑足了八场的这个赛事 但是马匹从第一场赛事 就一直等啊 每一场赛事都受到热捧 等到了这第五场甜蜜情人 还是不行 那之后一直到了 第七场赛事的布列 真的是苦战了 一段长长的这个路程之后呢 才取得这个投马 事实上也是很辛苦的等的 因为等了七场赛事 都没有投马出来 这个布列能不能赢呢 如果不赢的话呢 会不会那一天叫白卷呢 是真的为他担心 但是呢 你看他骑这个布列呢 也是拿捏得非常好 来看看布列的走势 这匹马呢 连续跑了两个第二名 这场赛事 莫雷拉骑上去 很多人都觉得 这匹马的实力呢 是不是太强的 因为这场赛事呢 有些马匹的能力呢 在表面来看呢 都比他弱的 特别是这匹飞跃 他也是在最近引马 但是引马回来之后呢 状态非常好 然后开始的竞赛各成呢 那个飞跃的走位呢 比这匹布列的 比这匹布列的 是更理想 因为前领的马匹呢 就是我独行 这匹马一定要前领 也一定是帮人家开路的 而且呢 我独行这场赛事呢 前领不单止 而且呢 把那个速度拉得很快 拉得很快之后呢 然后后面的马匹 如果跟不上来的时候呢 可能又是有些危险 飞跃就不同了 跟着一个最好 通常这样的位置 跟第二名呢 是非常有利 查维斯的布列呢 反而现在是 躲在这个第四名 但是两匹马的实力呢 相对来说呢 飞跃虽然是强 但是莫雷娜骑这匹 布列呢 发挥的比较好 因为它一直 很有耐心在等 等飞跃先发力 就是等于说是 后上发力的马匹 然后呢 就是发这个被动为主动 因为当你在最后 一起后进冲 马匹同样有这样能力的时候呢 你后上的马匹呢 通常往往会 压倒那匹先发力的 你看 这个支撑的时候 我独行 因为那个不是控制的 不错的情况呢 它到这里呢 还没有慢下来 这个时候就麻烦 布列可能没有位出来的 因为飞跃挡住它前路 旁边还有另外一匹呢 就是卡丽德河 也是一匹实力不错的马匹 到差不多最后200 他莫雷娜才找到一个位 但是这个就是耐心 换来这个马匹的冲劲了 因为前面没有用多 到最后一发力的时候呢 就把这匹 已经走脱的飞跃赶过了 看看这个走围系统了 这时候呢 布列它其实处在 大概是第三位的 然后呢 有这匹飞跃 飞跃在这个中间的位置 基本上已经是先领出来 而且在这场赛事呢 飞跃有绝大的这个优势 能够再度赢马的 那伟随在后面的 这匹黄色彩衣的这个布列呢 在最后阶段 还是在莫雷拉的这个 妙策之下呢 越过了这匹飞跃 而赢得了 它在星期五 唯一的异常投马了 你看在这支撑的时候啊 这匹布列呢 真的是有一点点的 收困在这个中间的这个位置 这个时候跟在飞跃的后面 然后旁边又有卡丽德和 挡住它的去路 好了这个时候 从两匹马中间 那个霞凤呢 钻了出来 那幸好马匹呢 在这个莫雷拉的这个推测之下 它在最后阶段 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反应 所以这匹呢 本来是一匹 尚未夺标的这个马匹 在最后阶段呢 还是能够取得这个头马 莫雷拉发挥的非常好 因为它这个就是耐性 换来这匹马的后径 如果你太早发力的时候呢 飞跃的后径比它强 对 头马可能是飞跃 其实我们也觉得 莫雷拉它等了整个晚上 它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压力的 因为很多匹的这个热门马匹啊 都是实力强的 可是就是功亏一亏 对啊 往往输了一点点 往往输了一点点 是 就是很气人 真的很气人 所以这时它的马匹 也是等得很心急了 就整个晚上 一直到了第七场赛事 才听到欢呼声 事实上它一个晚上 或者是一天赛事 赢一场是不够的 是 不过算了 总是有头马的 当然幸好星期天的时候 它就赢了三场的街道欢喜了 好了 我们先来看看 星期五有什么裁判报告吧 那星期五的裁判报告 就是一场八号的新邦 它是左前提的体铁脱落 另外三场十号黄金骑士 则是流鼻血的 接着我们总结 星期五这三匹马 四场九号莫果女孩 进度是平平的 往后要小心 还有五场四号的快好 进步神速 斗志高昂 七场十号的步列呢 则是发挥后劲 表现是可圈可点的 好了 跟大家聊过了 星期五的这三匹马 我们先暂时做休息 我们稍后回来继续锁定 赛后点评站